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人有过必然闻事 就是以不识的言词 掩饰其过失 相对的意义 则是君子不闻过 勇于改过 那么这张书很明显 也是我们 要认真学习的地方 这个有过 如果 闻事 那么闻事 这个就是闻过是非 是装饰那个是 这是 以不识的言词 来掩饰 自己的过失 这个有过 不怕 这个 人亏圣贤 孰能无过 就是我们 还人 还乎不是圣贤人 不可能没有过 那么有过 能改善莫大言 所以圣贤 活菩萨 他没有 赞叹 无过 赞叹 改过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鼓励 勉励 我们 众生 能够 发入 忏悔 来改过 所以 过而能改 什么大言 所以 普玄 菩萨 十大 愿 王 第四愿 忏悔 业章 忏 忏悔 过 这个 就是 改过 那么 如果闻过 他就 不会去 改过 不但不改 而且还 用种种的 这个 原词 来 掩饰 自己的 过失 我们一般讲 就是不认错 那不但不认错 来 用种种的 原词 来把自己 这个 过失 合理化 这个就是 闻过 我们现在讲 把这个过 把它讲得 好像 很合理 那么 相对的意义 一个君子 他 不会 闻过 自己 有过 就 坦诚的 改过 这是 君子 所以我们要 学习 君子 勇于 改过 不能 学 小人 掩饰 闻过 这张 书 最重要的 意义 就是在 改过 不要 闻过 这是 我们 要认真 学习的 地方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 这里 祝大家 不会增长 乏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